中美关系历来是合作与摩擦并存 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合作是大于分歧 当然这个时间 就像你所说 两国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看来是多了一些 但是我们如果历史的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目前这个现象 它并不代表着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所以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 还是秉持一个积极的预期 我想广大的美国人民同样如此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不会也不应该走向对抗 如果要重新拾起冷战的旧思维的话 那是违反时代潮流的 也是没有出入的 恐怕也是不得人心的 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两国的利益已经高度的融合 比如说去年双边的贸易额超过了6300亿美元 它实际上它涉及到了包括美国各个家庭 中美双向的投资层量超过了2400亿美元 人员往来超过了500万人次 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公司在中国都有业务 美国几乎所有的州与中国都有合作 我们听到这样种说法 有个别人表示 要让中美来脱钩 我认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与中国脱钩 就是与机遇脱钩 就是与未来脱钩 某种意义上 也是与世界脱钩 从刚才我举出这些基本的数据来看的话 我们我想大家都会意识到 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那么这既是我们两国领导人的共同的认知 也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各界的一致的共识 最近中美的经贸磋商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得到了两国各界 以及国际社会的欢迎 这就是合作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表明 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致力于平等协商 任何难题 最终都是能够找到 我们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